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個圖是一個積木 那這個兩個側面都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是一個長方形 這個也是一個長方形 底下也是一個長方形 這個長度是5 這個長度是6 這個不知道 我就角色它長度叫A 它要你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它這個積木沿這個平面ACE 就ACE這樣剪下來 這樣剪下來的話 可以切成兩個四面體 我們現在來看 實際上只能切出一個四面體 哪一個四面體就是A EBC 這個是四面體 然後另外的話 另外那個是一個五面體 就是E 這個是CADE 就E 這頂點 然後底面是一個長方形 E 這個是CADE 五面體 這個是一個五面體 為什麼 因為這個底邊是一個 是一個那個什麼呢 那一個長方形 那長方形的話 每一個邊 對應到一個側面 然後在 就是每一個邊 對應到一個側面 這樣就有四個側面了 還有底面 底面的話也是一個面 所以這是一個五面體 這個是一個五面體 只有什麼 只有這個E 這個E 這個是B C A 這個是一個四面體 這個是五面體 所以不是兩個都是四面體 好 再我們看看第二個選項 平面呢 ADEV ADEV 這ADEV 嗯 A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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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V的話呢 看喔 ADEV這個面 它這個面 跟什麼呢 跟那個 AD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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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F 這個是F啦 這不是E啦 ADFC 它說這個 甲角 手甲銳角大於45度 那等於什麼 等於是這個面 跟什麼 跟這個面 這面的話 甲的角呢 就是這個角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這個BA 跟這個DAC DA 是垂直的 就是說 這個面 跟這個面的話 它的膠線是AD嘛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在這個面上面 找一個呢 跟DA垂直的那個 垂線 這是指甲 然後再來的話 再跟什麼呢 再在這個面上面 找一個跟它垂直的這個面 這是指甲 好 那 垂直的這個線 那這兩個線 就一個呢 是在第一個面上的線 另外呢 這一條是在第二個面上的線 這兩條垂線的甲角就是兩面角 那這個螺旺呢 就是CDA 它說呢 所夾的 對角大於45度 它CDA大於45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直角 這兩個角加起來是90度 那因為這個 這個邊比較大 所以這個角度呢 比這個角度大 那兩個加起來90度嘛 所以呢 一個是大於45度 一個是小於45度 所以這個大於45度是對的 所以第二個選項呢 也是對的 再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它說角 這個 C EB 小於 角呢 AEB 這個 CB CB的話呢 是等於那個角 嗯 C EB 就這個角 那這個喔 我把它 畫成這個 把它畫一次好了 這是 再重新畫一次啦 這是直角嘛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長方形 就是C F E B 是一個長方形 好 那這個是對角線 C E是對角線 這是長方形 你把它剖一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F 因為這個是F 這是一個長方形 那你等一下 這是對角線 它問呢 角 C1 V C1 V 那現在呢 這個是6啦 這是A嘛 好 然後 所以這個 嗯 這個是角 這個我們叫C打E好了 這叫做CEB 這叫做C打E好了 Tangent C打E就是什麼呢 等於6除以A 好 再來呢 角AEB AEB AEB AEB就是這個 這個 這是直角 AEB 我給它再畫一下 AEB 那這個 AEB是等於多少 AEB是等於根號多少呢 根號5的平方 就是 加上6的平方 A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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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叫做 A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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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真函數 所以角度大的 它的天前值就大 所以我就曉得因為 天前的 四大二大於 天前 四大一 所以四大二 大於四大一 四大二大於四大一 這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 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 它是說 這個 tangent tangent 這個角 AEC AEC 小音的sine 角 CEB 好 那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 sin 這個是 c打1 sin c打1 這個是等於三 這個你可以把它看成 看成是y 就是看成x 那這個是r r的話就是 6的平方 加上a的平方 分之y y的話就是6 然後呢 AEC AEC的話呢 是這個 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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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5 那這1c 是5 1c的話就是6的平方 加a的平方 開根號 這根號呢 6的平方 加上a的平方 開根號 好 那這個 嗯 那這個我們叫c打3 這是c打1 這c打3 好 好 AEC 叫c打3 c打3 那c打3 那c打3 c打3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這個5 那除以 更好多少呢 更好就是6的平方 加上a的平方 好 那個大 這個比較大 3 4大1呢 大於c打3 c打3 所以第四個選項也是對的 好 再看看呢 這個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的話呢 是說 這個角 角這個 cev cev 就是7打2 小的角 AEC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換成呢 同樣的 同樣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 tang tang tang這個 tang7打1 等多少 tang7打1 tang7打1已經有人了 我們就比較tang7打1跟tang7打3 tang7打1 tang7打3的話 哪一個比較大 哪一個比較大 tang7打1 tang7打2 tang7打2 tang7打1 a平方分之6 另外這個的話,是A平方加三十六分之五 那哪個比較大?應該不一定啦 當你A很大很大的時候,這個的話 比這個大,這個就省略啦,比如說無窮大 如果無窮大的話,這個就比較大 如果很大很大的時候的話,比它大 如果說什麼呢?如果說 所以的話,這樣就不對了啦 這個是Tc1 Tc1的平方 這是C1 這是C3 應該C1比什麼呢?比這個大 當它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個就省略掉了,這個就比較大 這個是Tc1的平方 這是Tc2的平方 如果很小,那我們就不用討論啦 因為這個是錯了 當你的A路很大很大的話,這個就錯了啦 所以這一定是錯的啦 那我們來查看一下說,如果是 比如說1好了 如果是1的話,也是比它大 所以應該都是比它大的 這樣我們可以解方成事 怎麼解方成事 來判斷一下 是不是它一定很比它大 我們看啦,我們交它相整 因為這個A是正值嘛,交它相整 就是6A平方 加多少呢? 加6的三十方 36 乘以6啦 6636 216 216 216 這個時候大語多少呢? 大語那個5A平方 是不是恆大語啦?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恆大語的話,它判沒事 要什麼呢? 要那小的0 那我把1過來 就是A平方啦 加多少呢? 加那個216 沒有錯 橫大語啊 橫大語 沒有錯 所以這個不等4是成立的 橫成立 橫成立的話 代表什麼東西啊? 代表 這個腳橫比這個大 所以第五個選項是錯的 好,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2,3,4 應該選2,3,4 還選1個1 5 5 1 5 1 1 2